脚趾骨折多久能走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萌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脚趾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损伤的部位 那么脚趾骨折 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它是单根的骨折还是多根的骨折 有没有合并软组续损伤 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比如说是下肢生育面血栓液等等的 那么如果是一个单处的脚趾骨折 并且它肿胀并不太严重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通过加板的固定 铝板的固定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一些固定的方式 那么可以早期的免负重的去走路 比如说用双拐 比如说用助行器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但是如果是多根的脚趾的骨折 甚至软组织损伤比较严重 脚趾肿胀的非常严重 甚至有时候 它合并的有下肢的血栓形成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建议过早的走路了 我们需要卧床休息 把腿要抬高 高于心脏 加强肌肉的收缩锻炼 然后来加强它的消肿 等到肿胀初步消退 骨折初步稳定之后 再尝试着 从非负重到轻微负重 到部分负重 到完全负重 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 下床走路的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